大家好 我是富豪男 欢迎来到新的一期棒球档案 在之前的节目里我们讲了讲棒球帽的历史和传统 同时我们也提了提棒球帽时尚商业化的一面 毕竟时至今日 你每天上街至少都能看见一位戴着棒球帽的人 尤其是戴着友约阳机NY 洛杉矶道谢LA这样子的款式 许多迷人的脑袋上也往往戴着一顶棒球帽 但是棒球帽是怎么从单纯的体育周边 变成一种时尚的呢 今天的棒球档案 我们就来聊一聊棒球帽简史的下半部分 JZ唱过一句很有名的歌词 I made a Yankee Cat I'm famous in Yankee Cat 确实杨矶的NY标志 之所以能获得超越体育领域的全球识别度 乃至棒球帽之所以能成为全球普及的体育周边 都离不开名人穿搭所带来的影响力和时尚效应 JZ和说上歌手们自然做出了许多的贡献 但更深一层来说 棒球帽呢背后更多是代表了一种概念 而对于不同人群来说 这种概念的定义呢也不同 名人戴着棒球帽啊 也许呢是本地真球迷表示支持 比如布莱恩克兰斯顿 也许是呢支持棒球帽所代表的城市或者州 比如马修麦康纳 还可以呢是看中了棒球帽所延伸出的一种文化象征 比如九年代不同城市地区的嘻哈乐手啊 都喜欢戴着芝加哥白袜的帽子 因为是受到Dr.J在Nothing but a G-Thin 这个视频中的影响 从而爱上了这款帽子黑白的颜色搭配和logo字体 而这些名人的穿搭选择呢 也往往会引起粉丝群众的效仿 从而带动了棒球帽的消费 那在之前的一期节目中 我们已经提过了 想复习的同学们可以点这里 那么回到我们最先开始提的问题啊 棒球帽之所以能时尚化 能活起来有两个必要条件 一种超越传统开辟先河的个性化设计 从而人们能通过自己的喜好 购买穿戴棒球帽 以及一位有着现象级影响力的巨星 成为推广棒球帽的形象大使 那在这里呢 我们就要提两个名字了 Spike Lee和Pen Griffey Jr 那我们先来聊聊历史啊 上一期我们提到了 早期棒球帽呢 其实跟现代棒球帽还是很不同的 比如最早戴上帽子的棒球俱乐部啊 竟然戴的是草帽 还有呢平顶的Pill Box Cap 所以我们可以说 早期棒球帽一度连实用和统一设计的问题都没解决啊 自然也没有涉及到什么时尚了 那不同的俱乐部 各带各的帽子 五花八门的款式啊 也是很常见的 而直到1954年后 我们熟悉的现代棒球帽 也就是硬顶平岩 logo放在正面中间的款式 才逐渐成为了大联盟球队的首选 到了70年代啊 它成为了超过八成MLB球队的制服标配 零售商呢 也在80年代中期获得了批准 向大众销售 球队周边棒球帽 到了90年代啊 硬顶平岩的设计呢 已经是主流对棒球帽审美的标准 并且大规模的进入市场 但是光有球队专属棒球帽呢 是不够的 还得有重量级人物 把帽子戴出花样 才能让人们认识到棒球帽 个性化的各种可能性 那这位重量级人物呢 正是斯派克里 也就是纽约著名的大导演 1996年的世界大赛啊 斯派克作为阳机的老球迷 去现场看球之前呢 想找一顶帽子 来搭配自己的红色的球队夹克 于是呢 他想方设法 搞到了一顶红色的阳机帽 那在当时呢 这是非常前卫的想法啊 人们想到阳机球帽 就只会想到深色的海军蓝 那别人不说啊 斯派克在这顶帽子 进球场之前呢 还得请示一下 阳机当时的老板啊 乔治·斯坦布伦纳 那他可是出了名的 传统主义者 结果没想到 他还真答应了 斯派克的请求 于是啊 当人们在现场画面中 看到了斯派克里 戴着一顶 与众不同的阳机帽时呢 也就萌生了 对棒球帽 个性化设计的不同需求 那各种另类的棒球帽呢 就此一发不可收拾了 非传统的球队配色啊 非传统的logo配色啊 特别的花纹 特别的步标 等等等等 那随着棒球帽的花样 越来越多呢 他的瘦重面 也越来越广 成为了年轻一代 最爱的潮流产品之一 因此毫无疑问 斯派克里呢 是棒球帽 时尚化的先行者 但是啊 除了场外的名人 棒球运动本身 也有一名巨星 缔造了棒球帽的文化影响力 他呢 让反戴棒球帽 变成了一种潮流 他呢 定了什么叫做棒球帽中的酷 他就是名人堂外野手 小肯格里飞 Tangriffy Junior 1989年到1999年 小格里飞呢 可以说是大联盟 最受欢迎的球员啊 他在场内 斩获了一系列个人荣誉 十次入选全明星 四次本类打王 十次金手套奖 七次银棒奖 等等等等 那小格里飞 个性十足 却不失风路 自信但不自大 堪称是完美的偶像 23岁时啊 甚至被迈克尔乔丹 索要了签名 不过很多时候呢 人们提起小格里飞 最先想起来的 还是他反戴着棒球帽 露出标志性的笑容 训练时轻松的打出 一记记本雷打的样子 对于一代球迷来说 小格里飞呢 是象征了棒球年轻 充满乐趣的一面 反戴棒球帽呢 意味着这项运动 不是非得正儿八经的 跟随传统 他呢 也可以变得很有个性和酷 而小格里飞呢 正是最酷的那个人 于是无数人 开始孝望他的独特风格 包括在棒球界外的明星 那时至今日啊 反戴棒球帽 已经成了最常见的时尚之一 那值得一提的是啊 小格里飞当年 之所以开始反戴棒球帽 并不是为了表现自己 而是因为他小时候 戴不上老格里飞的帽子 他父亲呢 当年是留了个爆炸头 所以帽子总是很大 那小格里飞呢 正着戴 老是会往下滑 是他索性把帽子反过来戴 那这样子在脑袋上扣的还更牢 没想到啊 无心插柳有成因 2016年 小格里飞入选 棒球迷人堂时 官方还专门问了 他的牌匾上 要不要反戴帽子 不过啊 小格里飞为了露出 西雅图水手的logo呢 还是拒绝了 只是在自己的演讲结束之后呢 又一次用同样的方式 戴上了迷人堂的特别板球帽 那么经历了各种演变之后呢 如今 棒球帽变得随处可见 并且产生了巨大的商业价值 我们之前提到了 关于棒球帽的一个天文数字啊 据Research and Markets 研究报告显示 2020年 全球棒球帽的产业 市场体量 已经达到160亿美元以上啊 这是什么概念呢 要知道 据Cognitive Research Market 研究报告显示啊 2022年 全球篮球鞋产业的市场体量呢 是53亿多美元 所以差距啊 很明显 但不要忘记啊 无论棒球帽的市场体量 最终能长成什么样的参天大树 我们都不应该忘记 它在棒球文化中 一点一点 炸下的根 那么感谢大家收看 本期棒球答案 喜欢我们节目 还请点赞投资加关注 你收藏了几顶棒球帽呢 你平时最喜欢带哪支球队 哪款棒球帽呢 都可以来评论区 跟我们多多分享 我是冯奥南 我们下一节目 再见 再见